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羊肉 这可不能怪我了 嘿嘿 再多吃点吧 曹奔仔 我来了 接招吧 摇天使赶赢到魔王了 我们要赶快行动 好疼 好疼 能 能先打了招呼吗 哎呀 好疼哦 彭院长 晨晨吃羊肉火锅烫破了嘴皮 现在溃痒了 饭都不能吃 可急死我了 您快给看看吧 夏季天热 羊肉吃多了容易上火 看 魔王又在那使坏你 我们去找李时珍爷爷 不灵灵灵 我们快走 好 嗨 哗 哗 哗 不灵灵 百草仙境 李时珍爷爷 有火锅 啊 不灵灵 李时珍爷爷呢 哎哟 cut 我在这儿呢 李时珍爷爷 你怎么了 哦 это… hurricanes 两天忍不住嘴馋 吃了点火锅 就上火了 李时辰爷爷 魔王又在搞破坏了 我们怎么办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要对付魔王还差了一位枝子花精华 枝子花精华 枝子花是一种长绿灌木 喜欢生长在光照充足 通风良好的环境 有泄火除烦 清热利尿 凉血解毒的作用 当然对于治疗口疮也有显著的效果 本草钢木会指引你们 快去找枝子妹吧 好 我们赶快出发 去找枝子妹 和李兵 我们一起走 早去早回 成天跟我作对 也不嫌累的话 上风怪 上风怪 ANA 大王用啥吩咐 我现在赐予你一种新的力量 去打败他们 大王 上次失败 完全是中了他们的诡计 你要相信俺的力量 一定能打败他们 我不信 好 就让马雷证明俺的力量 快赢下 我相信你的力量了 快去对付曹门宰他们吧 谢大王信任 哎 丫头 知道侄子妹在哪吗 你是谁 找我干嘛 原来你就是侄子妹 正好 俺是魔王手下的第一得力干将 尚逢怪 魔王的手下 来这里肯定没好事 少啰嗦 乖乖跟俺回去见大王 想得美 看边 这界面里太突然了 什么界面里啊 少门仔 快救我 不安逸 轻舞飞扬 不好了 能量不够 哈哈哈哈 俺的力量是无穷的 不要自讨苦吃了 伤风怪 你的对手在这里 看来只能试试这个了 软软大补草 枝紫花边 轻舞飞扬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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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紫花边 哎呦 枝紫妹 你的嘴唇怎么肿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下枝紫妹成了香肠妹 吃了热热大补草以后就变成这样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山药哥哥给的 山药哥哥告诉我它能补充能量 但是也有副作用 要少用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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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试试 枝紫花边 哎呦 怎么了 我的枝紫金花用不了了 看完的 我求公事 我们快去找山药哥 快躲开 枝紫妹 你怎么了 山药哥哥 我热热大补草吃的太多了 所以 怎么办 这个 得要冰冰青莲花才能治好 不过 可惜 上次被导弹鬼的寒气冰封了 现在还没解冻 这么厚的冰 怎么才能拿到里面的花 我也不知道 终于逮出你们了 旋风火球 出镜 山药丝花 落地生干 找 哦 终于抓到他了 这点小把戏 也能对付啊 看招 为什么被烧的总是我 那可是天生流火体系 快想想办法吧 快 你给你电话 拿火封面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嘿嘿嘿 你过了 哈哈 真幸运 怎么幸运了 他要是再接着扔几个火球过来 我们就完了 嘿嘿嘿 那我现在带给你补上几个 哎呀不好 让山风怪听见了 啊 啊 力量太弱了 根本拿不到青凉花 青凉花 什么东西 哼 我才不告诉你 青凉花拥有强大的力量 拥有它就能天下无敌 哈哈哈哈 力量 蛮喜欢力量 它是俺的 草门仔 不能让他拿到青凉花 先让俺解决 叫你们这些麻烦的家伙 看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哎 啊 女生 快拿青凉花 哎 想要青凉花 没门 落地生根 找 还来 看俺的旋风火球 哎 树根呢 嘿嘿 在你背后 可恶 你耍赖 看俺的旋风火球 哎 哎 嘿嘿 在你背后 天涯哥哥 我来啦 只剩花边 青五飞蛇 哎 好机会 好奔仔 该超级组络登场了 仔组织好了 快离 快离 我的火球出去 啊 你们又耍炸 不算好汉 总算打败沙风怪了 以后再也不敢多吃烧火的食物了 柏林灵 这才对 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 只子妹 能借你的只子精华吗 没问题 时间紧迫 我们开始配舞 要是同源 健康支援 柏林灵 天人合影 大王 大王 还好吗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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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哎 替你报仇 大王 太好了 你没死啊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你 你看啊 成长 夏天天热 要少吃温热性的食物 多吃水果蔬菜 不然又得得口窗了 嗯 我记住了 妈妈 我就要这个电风扇 唐唐 你房里已经有一个电风扇了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我要两个 我就要两个吗 哈哈哈哈 用那么多电风扇 等着亮生了病 我就可以吸收黑暗能量了 哈哈哈哈 波琳琳快点 我又在捣乱呢 院长 躺躺这是怎么了 嗯 看来是因为锤电风扇时间过长 着脸引起的质体金融 果然又是魔王 波琳琳 看来又到了李时珍爷爷出马的时候了 啰 啰 啰 哭 啰铃铃百草仙剑 嗯 好香的木瓜味儿啊 泡木瓜的水 对皮肤很有好处的 什么事儿这么急呀 波琳琳 不好了 魔王开始行动了 我知道 堂堂是因为吹了过多的风 看来需要木瓜精华的帮助来对付魔王 木瓜 有什么用呢 木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喜欢生活在阳光充足的环境 营养丰富 对胃痛 利己 便秘和受风引起的四肢精卵有一定作用 太棒了 我们这就去找木瓜精华 得零零 出发 门草钢幕会指引你们 快去找木瓜仔吧 大热天 一点风都没有 你们还没完没了的跟我作对 上方怪 大王 风来了 大王 看看俺的新魔法 超级暴力风 怎么样 上方怪 上方怪 你就知道用武力就不知道动动哪 骨子嘛 是 是 俺记住了 大王 脑子是什么武器啊 脑子就是技猫 头头摸摸 阴险 狡诈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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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气死我了 好热 一点风也没有 大王说有偷偷摸摸 什么是偷偷 算了 还是用新学会的 超级暴力风队负责 哇 有风啊 好舒服 就是风少了点 那俺就给你来个大的 吹飞你 睡 睡着了 可恶 气死俺了 嗨 木瓜仔 快醒醒 玻璃冰 仔终要借你的木瓜精华用一用 什么 借木瓜精华 可以啊 俺不想偷偷摸摸了 让你们见识一下 俺的超级暴力风 啊 是伤风怪 啊 仔终要被吹跑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是伤风怪 魔王的首相 魔王的首相 看我来对付他 木瓜天锤 对 玻璃冰 木瓜仔真厉害 我的招数还多着呢 这 这是怎么了 我根本控制不住我自己 木瓜仔 你的新招数真像跳舞 现在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舞蹈 倒像是精卵啊 谁 谁在跳舞啊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哈哈哈 她是中了俺的超级暴力风 产生了强烈精卵不受控制了 快 快让我停下来啊 让我来吧 你别打我啊 我也不想啊 哎哟 咱咱来了 我再追 哈哈哈哈 快投降吧 看来只有先打败伤风怪才能终止魔法 否则 木瓜仔会永远跳下去 打败俺的人还没出声呢 那仔仔就来打败你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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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有了一个很酷的计划 嗯 玻璃璃真是个好主意 那我们分头行动 玻璃璃 商风怪 你的魔法对我没用 不信你来试试啊 什么 敢小看 看俺怎么收拾你 等等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我不飞了 你要用全力攻击哦 这可是你说的 超级暴力棒 不不不 太小 太小 啊 居然嫌小 好 让你见识见识 不够大 不够大 小小个头 口气不小 这次看我把你吹的 鼓舞妖都不上 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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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可门仔 你不是说不躲吗 嘿嘿嘿嘿 崽崽只是说不飞 又没有说不躲开啊 有道理 不够大 不够大 你所大 伤风怪 是不是把我这个超级英雄给忘了 草本仔 该咱们的超级组合登场了 嗯 百草精华 为我所用 乌铃铃 草本精灵 出京 可恶 超级暴力包 乌铃铃铃 我得学会了你的章章 大王 动脑子也没用啊 我能控制自己了 太好了 木瓜仔 你恢复了 谢谢你们 破铃铃不客气 晚上吹风睡觉虽然凉快 但是却容易生病 还可能被换人利用 哼 说得太对了 破铃铃 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 我们来完成配舞吧 时间紧迫 我们开始配舞 要成功了 大王 这次爱认认真真地动了脑筋 结果 结果把他们打败了 是被他们打败了 什么 大王 要不你再好好教教俺 再拿动脑筋吧 天哪 还是让我直接晕过去吧 以后不要过多的垂垂膀扇了 容易受凉身体会不舒服的 嗯 我知道了 谢谢院长